今天今天教大家画柳树 显能好笔调重墨 从曲折的根部开始勾画 我们将主干画成弯曲状 用短促的笔触和顿笔转折 勾画表现质干的形态 勾画柳枝时 一定要表现好质干的纤细 质干末端要画的弯曲形 配上向下垂坠的柳枝 表现出柳枝的重量感 再调蛋墨 严树干生长结构 勾画树皮纹理 最后调蛋折墨为质干染色 调蛋草绿为柳叶涂色 可通过控制水分多次染色 使颜色丰富 完成 你学会了吗